好啦 歡迎今晚是動漫無雙 繼續是偶像戰國年代的下個拍 你是幼華爾 我是鏡花先生 SOS Brock團長 沒錯 繼續是這三位人 暫時暫時是偶像戰國年代 不過兩個人暫時就是這樣 是楚漢雙真來的 為什麼大家繼續用那個人 你一位是不存在第三人 四天王有第五個人 鬼鬼鬼捉啊 還是鬼鬼鬼鬼 好啦 那邊那個人輕肝的 所以我們繼續講一個新的話題 第一集我們講完就叫Idle Mask 今天應該講Love Live 有馬的主場了 終於來到 好 沒這麼說 有馬請先儘量用這個 少於十分鐘的時間解釋一下Love Live的緣起 好啦 誠實一集 大家都知道 Love Live本身是電擊其中一個人的 其實電擊裡面以公爺英志為首 團隊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女子偶像組合 其實當時有一個 有很多 說了一堆失敗的例子 Matey Asson Baby Princess 這就算是跑得出的狀況 當然要發展到今天 其實他大概是2010年左右電擊媒體 當年那期就剛才我製作了 Ando Beast 花達香菜 天使用封面 不知道過去有沒有保留那本雜誌 我就應該沒有保留那本雜誌 我只能夠說就是 因為如果大家有買電擊G's magazine的話 會知道一本電擊G's magazine 連漫畫連情報是很厚的 490頁的那期 一連12本這樣買 其實正常的家應該是不夠位的 所以很正常地未必會保留 我想想想想 平時你買的CD 買的甚麼都要找地方放 還要放這麼厚的雜誌 你真是哪裏找這些地方 即是你有先讀兩年 三年之後 這兩頁紙裡面的粒粒會大紅 才會撿住 那些真是先讀 你知道這個偶像裝會不會大紅 你自己去開一個新的偶像裝會回來 不如我找到 那我去找他 之前我那陣子在台灣地下街 有一間叫時光屋 可能台灣人會知道甚麼 就是買一些舊雜誌 我找過 有2010年的雜誌都有 達文雷站是沒有那期的 那期你嘗試在網上找一下 那期賣多少錢 不如我想想 我不敢看 我覺得主要不要忘了 那又說回了 其實這個Idle 粒拉 粒拉本身就是 曾經我們動畫有提過 有九個女生 為了拯救這個學校廢校傳媒 已經組成一個臨時 要救學校的 那你不要來救學校 要作偶像 我想說這個 我想說 我自己找過一些資料 reserve 是很現實的 其實我想說這件事 如果你熟日本Idle Culture的人 會知道日本有很多當地偶像 即是你現在做AKB 當地英雄 地方英雄 類似那些東西 你如果是屬AKB都會明白 或者那類的偶像都會明白 其實很多事情都是偶像 為了宣傳那個地方 他就會出現偶像組合 做當地偶像 就在當地演出 你如果是仙台 欸 仙台那一個就是一個 就是聖地巡禮不到他 就打算負責任那個人輕做的 我現在說的是三次元那些 可能仙台也有的 其實這些所謂的當地偶像 那方面的東西 只是為了宣傳一個地方 宣傳一個偶像組合 其實很常見的 所以我覺得以Love Live 所謂的舊學校開偶像 其實是有他的事實根據裏面的 但問題是學校去購的 會是二次元虛購的學校來的 當然他們就說 這些都是基於三次的記憶 很有趣的就是 因為當年他雜次 剛出根說 學校三年之後會接受 三年之後就玩完了 剛剛好三年之後 他出動物版就大紅了 避開了失效危機 那就是這些說笑 即是有這個現實的timeline 即是當年設定是這樣的 現在當然就 那童話都有繼承到這件事 童話就改成一年的 一年嗎 一年之後 那是不是解決了第一期的問題 第一季的時候 所以最後第一季完之後 不夠得分 暫時不用廢校 暫時都廢校 之後第二期就再來了 不期間廢校都是繼續廢校 那間什麼陰目 陰目版學員 陰目版學員可以再戰十年 他十年都在發校了 應該會 長期深入生前之間 所以一開始就會有一個讀者計劃 所有角色 九個九個女生 組合名字是否一開始都已經有 其實名字是開始有的 但組合名字 之後應該第二次 之後會開始公眾投票 即是雜誌投票 才定了Mills這個組合名字 即是那時候還沒有 即是一開始是納拉Project 應該是一個名字 Mills這個組合名字 就是School Idol Project 即是Project名字 但是Mills這個組合名字 是之後大家投票才算出來 所以動畫中 其實說等人決定的名字 是一個reference 是 大家是入去商投票 當然這個就是用 有一點點是當年投票 原來是這樣 所以對面的角色 即是名字是一開始已經有 名字是有的 名字是有一點點 例如這個三年級會有的 但問題 後來會有些變 例如剛才我們說到 本來Miko是數學 Hei是二年級的占卜部員 那些動畫拍攝後來都會改了 沒有了 畫風也會不同了 其實動畫的重現率算是很高的 因為它動畫之前有五張單曲的PV 已經五張了 但是除了第四五第五個 沒有記錯的作畫和動畫版 是差不多一樣之外 其實之前那三個作畫是另一班人 原來 所以分別也挺大 我想問一個問題 一開始是Sunrise做的 這套本來是三個工程 電擊負責做平面的推廣 讀者投票活動是它負責的 動畫是日升負責的 音樂唱片負責就是Lantus 三間負責合作企畫的 順帶一提 我想問Mask那一刻才唱給我發汗 Columbia 原來是Columbia 所以我印象好像 我記得當時 因為很久很久以前去那些店舖 看過那些 Love Live的PV 那時我還沒看過 Love Live 現在想到是 所以很久以前那些動畫已經有PV 出碟的時候 是 他第一次 就是每一次單 但其實就是只拍MV MV和歌的 MV和歌 MV和他的角色跳舞 那些之後他唱Lantus 那時他會由他本身三次元的Idle 即是三次元的聲音 去製造舞 原來是這樣 他的特色就是一種 平面的畫 然後就有 伸延到一些可能是動畫的PV 就是一開始他的企劃有幾大 就是看到他找三間公司合作 包含了 已經打算鋪了路 要做很多東西 應該是想做大的 所以實際上是三年無一劍去做動畫 剛才有些人分析說 為什麼之前電擊也不行 因為電擊也做了 做不行 另外有三間電擊說不想做 但只要日星說要繼續扔錢去做 都不會斷 那你三間公司去支撐錢 各方面也有更多合作的空間 還有很多不同媒體同時出的時候 成功的機會又大了很多 貪忽得成功 因為你熟悉的人 甚至一個人都明白 就是coverage 是很重要的 你的覆蓋也很重要 你經常在你面前就會覺得 好像你這套東西好像很好 好想看 那你做出一個人氣才是 我甚至是覺得一隻手機遊戲 都是很成功的 我自己是因為手機遊戲要留意的 但公司真的靠他的傳網 之前是不斷虧本 出了遊戲就立刻賺錢 不過最近又可以虧 不是這個虧 是他怕他 這隻遊戲 Love Lines的遊戲狂賺 但是其他遊戲又閃下去 就是 幫不到他 我想說 這些靠偶像 靠這類遊戲去救公司的情況 也太常見了 但Dylanko是 Segar的程度上來說都是 其實藍良 藍良也是 幫DMM 應該幫了不少 所以這些其實是很常見的情況 但我都賺一賺 這家公司面對這麽嚴重的財赤問題之下 都仍然不肯放鬆 5隻遊戲做的水中 都仍然沒有跌下去 貼一轉為水中的 我覺得真的要賺 那好啊 這些很多時候都撒掉了就糟糕了 要賺錢 賺錢就可以出來 那些奇地怪怪 你們付錢 暫時都算有良心 什麼儲一套卡才能換到一張卡 角色要十張卡 或者覺醒那些 奇怪要出現 我想問一個問題 一開始的Love-Line 其實是不是已經有 那些角色的性格 個性 未那麼明顯住 因為我想其實 又不是有些 就出動畫PV 就是出平面雜誌的海報 一些文字的介紹 但好像沒有那麼多機會 給它發揮 你現在看到特技 專長 長住 配對 CP值 都是後期 讀者也好 可能集團慢慢企劃 不停衍生出來 CP那些當然是 中間CP派換了幾對 現在大家都熟悉的 就是Niko和Marki 其實我看動畫 是不知為什麼Niko和Marki 我想說 這個我想問很久了 因為動畫是有Niko和Marki 動畫根本Niko和Marki很少交流 有一種說法 Niko很窮 Marki很有錢 大家明白了 這是很硬實的說法 一個窮是因為他買偶尺的東西 大佬 人家用會費買的 無關事 這個說法就是 可能是三宗那時候 大家知道三宗是Niko做Center 我不知的 不過不要 就不知為何 有一段是 Marki是領頭的就是 有些曖昧傳出來 當然有些粉絲自行喘削 就不知道是不是中間 這件事是挺有厲害的 因為這些曖昧傳出來 通常在現實中的idol很重要 正常的Center 跳到尾都中間 是啊 那不知為何Marki在跳到中間 一個二次元的東西 都是發生到曖昧傳出來 這件事 那一刻我會覺得 那些曖昧傳出來 有很多都流傳的 是很厲害 怎樣做到的 所以你覺得動漫賣的創作力比較強 自身自家 大家自己人選擇 我就聽到情報園 就是這樣 好明白的 OK 所以其實是 我想動畫的影響 動畫其實是否可以幫 一個Love Fly爆紅的機構 其實動畫挺有趣的 首先動畫本身 就有些東西日星做 又是傳聞 又是傳聞 其實我覺得日星不做 一套Love Fly機械人動畫是不行的 我主要是 KM48那一套 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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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死的 我想說 其實當年i-mask機械人的動畫 是花田十輩子的 其實有些看過的人 都是說 其實他們覺得這套東西是不錯 只不過是不是i-mask 只是不是i-mask 就是把i-mask當去拍動畫 其實就可以了 沒辦法 你加機人愛就是機人片 沒辦法 嘔就是誰是機人片 好了 這個你繼續看 其實有些傳言 就是當年做日星那些人 就是由畫了三年 就叫做畫PV 終於在動畫畫之後 他們會很開心 畫得很興奮 因為這套東西的質素不差 真的畫得是 他真的很高質素 是 我看到一大堂銀子燒掉下去 這方面 因為他們三個公司的企劃 剛才說過 當動畫出的時候 唱片公司很有良心出一個合集 他三年來當然有幾個CD 我數過 有三個CD不在 他出了一個CD合集出來 你又教問題 有Bot Set出來 彈定版 豪華版 Goo Way版 再買去 我上次問的多少錢 忘記了 我七買過 五位數字 我相信一定是五位數字 真的忘記了 問 你問六位數字 你不要問價錢 好了 你不要問了 買東西不看價錢 你明白一件商品計的方法 有多少個愛心 有多少愛在裡面 你的愛值有多高 不是計算的價錢有多高 因為剛才傳掌說過 Idle Master 動畫拍的時候 粉絲想入價 發覺很多東西賣 當然 粒拉不算特別多 但也不少 他們成為一個合集 讓大家賣回 就入價方面一點 就是全價方面一點 OK 那動畫的時候 正如剛剛 我們在上一集也提過 例如 粒拉真是一個很原先的故事 真的很典型的偶像成長的故事 即是他企劃本身 因為我記得 甚至其實 存齊九個出來 都用了一半以上的Season 已經去做這件事 是的 不像是這個其他版 都存齊了 會長奧嬌了很久才進去 最後也是 是的 所以第七 他還有我覺得 他一個很成功的 就是他沒有很糾纏 於一開始就要九個出生 而是有一個很有故事性 看著大家如何進去 因為這件事很重要 對我來說 一個本身沒有看粒拉的人 就是我想看故事 就是 你完全沒有故事 只要看PV 不如就這樣看PV算 還有你又不認識的角色 哪個是打邊 我忘記名字 你還未認識的時候 一開始沒有出生 就是合理的 他一開始都很 呈現到三人組的角色 你那些動畫 一個其他版 都出生了七個 真的不行的 橫屍的仙台 他這樣搞法 不要這樣 我也不知道 你打哪個名字 你會出生你 我知道你雙修也不用這樣 我是很有興趣知道 究竟有多少人可以 把那七個人的名字 分清誰是誰 我以為只有一個 一個傳說中的男人 就是做了這件事 他現在的編台也是那句 粒拉又正常一點 很簡單 他開頭會先說二年級組 三位人 說完故事 接著再做一年級組 三位人 接著再三年級組 三位人 他順序講下去 等他們的角色停一會再做一個 還有他那種感覺 你每個角色本身已經有一定聯繫 然後真的如何開發他們的友情 友情如何通過難關 方便了 你剛入教 為什麼都不會九個女生 看故事 那你肯定先明白 他不會亂 我覺得是很邪 所以可能是正如我們一開始說 School 這個Lovefly和Imas有大分別 就是本身已經是真真正的偶像 一班是 一班是未到業餘偶像 去努力成為一個 業餘 業餘裡面的厲害偶像 那種感覺 讓觀眾看著觀衆的方法是一樣的 有這些東西出現的 你說 例如 例如 偶像就是講一個夢想 所以這個是取向上的不同 那種的現實跟那種令人現實有一點不同 那種學校那種的沒有人氣那種的現實 你是有人氣要承受那種壓力的現實兩種 最近那一套就說聲稱是現實系的偶像動畫 大家的人就不明白 究竟為何會穿穿衣去陪走 我當然覺得可以再現實一點 甚至可以再現實一點 再現實一點是沒什麼所謂的 是枕頭營業的那種 當然先頭那一套就不要說了 總之都是這樣 我想問 Lovefly在動畫之前有多久的演唱會 其實已經開過了 三場 今年已經有四個 三場 動畫前有三場 那時候已經開了演唱會這麼厲害 那是三年 哦 那當然啦 不斷不提他頂一套CD就賣三位數 這個就是黑歷史來的 實際實的數字我不想說了 大家都知道 還有三位數也不是看一張數字 三位數 哦好 那繼續 這個是黑歷史數字 OK 那你明白 你明白 你現在拿著那一套CD又是值錢的 我台北那裡見過 即地下街也是 對啦 好像九百 破千台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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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千台幣也不是很貴 還可以啦 不過一隻三百多人買的CD 就變成破千台幣 其實是多少錢 很多CD都沒有那麼貴 啊 OK 所以實際上 但是那些又是那種 有印象好像說那些場越來越大 那樣的 是呀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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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開頭的場沒有人 一個人都沒有 到慢慢到 大紀國 有整排坐滿人 即是現在你看拉契 都是一樣 即是其實 真正的三次元的世界都是這樣 即是我看Bullway 即是我沒有去日本了 為甚麼 我們差不多了 不要哭啊 不要哭啊 即是你從第一場拉到第二場 第三場到第四場 你見過會場越來越大 如果是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會感動的 牛女 我個女兒終於掌成了 現在我不是在那裡 有些人是摸摸藍條的屁股 摸著手的 真的很過分 即是想當年 就是以前那些 還是可以大家握手的那些情況 真的 真的 好極明白的 好 所以 是的 也都說到 也都說到 就是 這個Love Live的 他的IDOL PROJECT 就是一個 二次元 三次元 相線並行的情況 出現了 當然這兩個都是他的共通點 在那裡 這兩套作品 接下來都會有新作 那我就作為一個 就是跳開兩套作品 純粹問這兩位 核心支持者 因為有一個問題 我一向都是有點不解的 我作為一個 對動畫偶像作品 沒甚麼認識 也都沒甚麼興趣 只是純粹知道 這些作品的人 可能一向 我也都不是很控聲優 其實大家怎麼看 一個動畫的角色 你可以將一個 對動畫角色的愛 你那種的 愛屋及鳥 那種的野生 延出一個 三次元的聲優 或者三次元的角色身上 其實 很普通的問題 是很自學性的問題 其實我又覺得 到時候就很容易了 就是 當你喜歡了一個角色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留意 那個聲優的情報 我經常都說 其實 中偶像這些 你中招的時候 通常是你 發現的時候 你已經中了招 是發現的時候 就是你會突然在想 為何我會不斷地在看這個聲優的情報 為何我會去買它 就已經逃不出這個蝦 你不要做美痕 OK 那種感覺是 你有興趣的時候 連帶就會有興趣到其他東西 是的 其實有很多人 就是最初看的時候 未必是完全是說 我一看就要迷 應該是說大部分人都不是 應該都不是這樣的 他可能是對 什麼來的 有興趣的 不如看一看 一看一看的時候 就開始 為什麼開始看雜誌 開始看網上情報 開始追電推特 追了一下的時候 然後你就會發現 原來我已經迷了這個聲優 你會不會覺得這些作品 有一個方便的獨特的魅力 是令到你可以這樣去 甚至不僅限於對那個作品有興趣 而是會嘗試畫它更加深入的東西 會不會有一些位置 它會令到你感受到 那個很親近的人 你會知道 你會覺得 你是知道 就是起碼是覺得 你會知道他的一些細節 然後你是看著他 一來就是看著他大 二來就是 你會覺得他不是一個完美的人 所有偶像都是這樣的 你是知道 他一定是有一些好的東西 一些不是那麼擅長的東西 嗯 但是你看的時候 你又會覺得 不是的 我是喜歡他的那些不是特別好的東西 才是 我會了解他 例如我舉了一個例子 我吃了一個德井廚的 那 你會知道德井的秘書 德井清空 就是Niko的位置 接著之後 例如你會跟他說 Mermaid Pasta 跳的時候 德井跳的舞很厲害 為何這個位置慢了 就是那類的 跳的舞 然後他會跟他說 跳得慢了 這是盲點 哈哈哈哈 那一刻你就會說 行了 我沒事 我輸了 你贏了 哈哈哈哈 當那個位置 他說你跳得慢了 是盲點 那就是贏了 你的愛已經愛了他所有的缺點了 其實已經不能輸了 已經是贏了 很厲害 我一個人要去優點才去缺點 是不是 很合理 我相信也有一個政論 我也說 其實團長在那個情況下 其實適用在所有 民生優的角色身上 就是你看一個星優 你都是由他的角色 然後買他CD 買他 賭他Twitter 都是問題是二次元 這個我們說的三次元 偶像動畫類型 其實有一個問題就是 特別是 他所謂的偶像跟二次元 某一個角色 不知道什麼角色 沒有理由他跟二次元掛勾的 他會長期保持著這個二次元的角色活動 出唱片 出CD 他會有一個持續性發展 可持續性發展會推下去 這個有比較不同的地方 可以想這樣解釋嗎 都可以 我想也是 因為你始終是不同的 其他偶像星優 就是你配這個角色也好 還是我因為花雜配這個角色 我就去看那個動畫 甚至可以說那個角色 不是用那個角色名稱呼 用星優名稱呼 大家是對星優的外連帶入他的角色 相比之下這個就是相反的 用角色的連帶回星優道 還有是不是有個情況 例如歌旗和這個角色 看完下一期就不會有 但問題是偶像動畫就不會 你看到可能 幾年都可以繼續出的 不同其他動畫角色 可能今期下季 可能沒有了之後就不會再有 他的項目會確保 他們一定有些事情在做 無論是Nicol生放鬆 還是電台節目 總之你是一定有些辦法 可以接觸到他們的持續地 於是你就會慢慢知道 原來他們是這樣 這個也是另一個正想問的問題 因為我 首先我想歸納那件事 就是 怎樣愛一個 你怎樣看著一個 可以親近的idol 雖然名字就是秋元康 幫他 即是經常插出這個 可能是可以觸摸的idol 可以觸摸 可能是可以見面的 可以見面的 可以見面的 AKB其實理論上是很近的見到的 是啊 那件事 I mean 這個concept 它是 這件事已經很盛行的 日本現在已經 你不只是很紅 可能AKB很紅 土色和文竹兒色很紅 這些日本的idol組合 其實裡面 說的那件事 就是怎樣愛那個角色 就是因為你是好似個女兒 或者好似你真的看著他長大 那種很親近的感覺 其實這個適合你們說的 其實是跟這個idol中的 三次元的偶像組合 是一模一樣的 所謂的方法 當然我們下一個想問的問題 就是 三次元的偶像組合 你只有一個真人在 你可以看他的綜藝節目 可以看他的訪問 那二次元怎麼辦呢 原來也有這樣的event 有時有些甚至會有二次元訪問 咦 原來是這樣的事 有的 有些時候 我的印象中是 i-max那時候有時在雜誌上 都有一些很短的 就是 問那個角色 你對某樣東西有什麼看法 例如可能是奕哥 然後他用角色的東西回答你 所以你會感覺到偶像的活生生意 都是很全面地去做這個項目 對 原來是這樣 所以某程度上 Love Live那裡有一個劇情 就是有訪問 就是有一個學生宣傳的東西 拍的那些卷 都是那種感覺 對 還有我 我最近 我都見有不少 昨天也有一個Nicco的生房送 昨天好像氣財失誤了 做不到 今天是重播 我錄音的時候 今天是星期六、二、二、二號 昨天的錄音時間是 昨天的三、二、二、一號 夜晚的原定 但因為日本那邊有些氣財事故 出不了街 所以今天會重播 即是出街 應該沒有導演的 OK OK 所以就會有這些 很多各方面的 不同的活動 project 即是可能 其實如果是 這些二次元偶像的 優勢 是不是就是二次元 三次元的連動 以及二次元三次元的雙線並行 即是我三次元的聲優 可以自己真的 出一個 以個名譽出分信 二次元可以為了推他的雜誌 推他的動漫畫 也好 什麼都好 遊戲也好 那種令到他的聲製 更加豪大 甚至賺了所有錢 那種感覺 是一個暗黑相法 暗黑相法 可能要賣幾pack version的 商品 哦 如果賣多過一個 就更加是 厲害的 不知道要賣多少 但我包上去 哈哈 好吧 那既然講到這個 比較嚴肅的問題 就快點浪費了 大家聊聊 我近來看見 好像Love Live和Pizza合作 是嗎 Pizza Yes 日本那邊 當然日本那邊 不要說香港那邊 是啊 I mean 好像有很多 Pizza雙型動漫畫 那些人 但是 這些 其實 我想有興趣知道 其實 I Mask 和Love Live 那些周邊的東西 其實有多少不同的東西 除了CD 之外 我想知道 很多 有最簡單的 最簡單的 I Mask 記繩 圍布 然後 然後 遊戲 T恤 一定有的 對 當然這件事也會有 當然有不少 例如 以前 曾經有一段時間 你去Lawson 會看到 不知為何 汽水機上會貼了 I Mask 角色 或者是他播放的那些歌 也是 有很多 真的好像一個真人 在代言 是啊 我是懷疑 其實 有沒有可能 所有東西都買得到 我覺得是 接近是 沒有可能的 因為有些東西 可能是地方限定的東西 會場限定的東西 邪惡 限定的東西 其實 可以有可能 另外 想 mucha很高 可能 有人説 我喝了那些各式的商品 我認識 就說 B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會給你看到一個 類似各式的商品 因為因為要買那一件 所以掃手 盼汽水 然後有沒有人 在便利店 類似的情況 不出奇 其實有否あと 偶像主眼 多了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 他們 去某個餐廳 culture 然後是仍被描 我真的沒聽過這個 略有所聞 我想對他這個其實是身心有負荷 金錢包上負荷 身體有負荷 所以一個真正的偶像藝藥粉絲 其實有千徐八年出來的發覺 要有體力 要有高HP 高NP 高媒暴力 還有在說實遇有差力 差點要在說實遇險 還有在說實遇險 所以要努力工作的 所以我經常都說 其實買偶像的人 應該都頗努力工作的 養老婆要很多錢 你不記得我們預紮消費說什麼 拯救世界不是英雄是預紮族 GDP是20% 沒錯 所以原來他們不頓正知 一些很基本的以前商品 而是一些代言的東西都會有 這也是一個特色 我剛才提過 就是Apps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很刺激 其實這件事已經刺激了很久 現在大家很熟悉 Personal Dragon Segar或一隻 Trink Oracle 已經不知道還有沒有玩的擴散性 有的 其實都還有的 有的 在排名榜上 都還看到它 還沒消失的 我只能夠說 這遊戲就是 我很愛它 但是它很不愛我 很Hit的手機Apps 這兩隻都各自有它的手機Apps 不如今次跟LoveLine講起 因為我個人第一次接觸是LoveLine的Apps 各位就是這隻音樂Game 你可以介紹一下嗎 可以說音樂Game 它用音樂Game做包裝 當然就是 音樂Game 我覺得有技能的音樂Game 是一個邪道來的 但是 因為音樂Game 它當然如果靠入GameGame 它應該盲到錢 它就抽卡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不算比賽 你特別想參加什麼比賽活動 想拿排名 你只拿它普通原來的N卡 去玩其實是沒問題的 就是破了很慣 可以用技術搭救 所以其實它從N到UR 其實是保證值的 純粹是不可以去玩Score Match 因為Score Match是奮鬥牌 你的N卡 排名最好 拿到Full金 又怎樣 人家一級都可以打人 對 人家可以零 全部斷了 都可以打贏 因為一張卡打你整套 四個字 架差社會 除了這個位置 基本上是沒有問題的 其實都是有那種 你沒有錢可以用技術搭救 那種一定的樂趣 我想說這遊戲是很紅的 有些人 例如我 雖然我沒有玩過這遊戲 但我真的因為這遊戲 所以有興趣 聽過那些歌 而去認識這個Love Live 怎樣說呢 如果最近我們討論區 講S 都講Perset & Dragon 如果沒有記錯 Perset & Dragon 之後應該就是Love Live 那種遊戲 什麼呢?說一次 我常常講 討論區講S Perset & Dragon 討論區留言數 沒有 第二應該是Love Live 沒有記錯 不知道現在變化怎樣 應該是第二應該退 我之前看情報 好像Love Live 衝破了一百萬DL 是 其實我想說 這個不是很容易的事 一百萬DL 聽起來好像 你們不要拿Perset & Dragon 給我 兩三個卡 Perset & Dragon 那些二千多萬 是瘋了 一百萬DL Perset & Dragon 有很多人 是有很多很多 對 一來他是下載數 二來人家是一種奇蹟地高的遊戲 第三是國民遊戲 以Love Live 他是一種 始終是比較如實向的遊戲 他做 雖然他也很有人氣 但是他也有一百萬DL 就是不容易 他有幾個市場 首先他本來是打Francy的市場 其實他真的玩音樂遊戲 他本來不熟悉 我真的有朋友是玩音樂遊戲 我也有 他是無緣無故下載了 然後我問 你竟然 你開始看了 然後他說 不是我沒有看 我只是玩的 最大問題是 那個人是沒有看 然後他走去之後 對 差不多是時候要推他了 我覺得 他遊戲本身已經有音樂了 你打歌他會聽歌 聽他的歌 還有一首適合你的 至少他在沙 現在可能有三四十個歌 當然有一兩首歌 他會有不同風格 有一首歌就適合你聽 其次有故事模式 你衝模式 有心心派的 你衝不衝?衝了 出了故事 就喜歡講一些角色 幾以後幾文學的相法 所以那個故事 真的會表達到那個角色 有些角色的歌詞 可能有些少少的劇情 最重要是有心派 你要心派 都是相法 給你一點點釣引 你試過一次的滋味 就從來 你覺得很可愛 對 從來就跳不出來 所以那個遊戲 整個導向設計 是挺有心機的 我看到一些 最近出了新的UR卡 一個Nicomarky 一個Nicomarky 兩隻卡拼了一張圖 為了一些人貼了線 去抽 不知道 我抽就抽到 但沒有角成 前一期的是Nicom OK 不要緊 你這樣這樣 有些靜重 然後有火層 哈哈 所以這隻手機APP 它現在那個 粒拉的手機APP 那種的情況 帶動了作品本身的人氣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動畫化的時候 有一堆人氣 但是手機化 即是出APP 之後再多一堆人氣 其實是一堆沒有什麼 電器 繼續保持周期 我想某程度上 這個作用是在於 讓水可以繼續吃下去的感覺 因為有時候最難度高 就是你這些 二次元的東西 只要做一件作品出來 需要一些任務的物力 是不是正在找他跳舞 成本是不一樣的 是難一點 好像出得那麼密 這些東西 例如iMark這隻遊戲 有多久 你見它開始有些心機去鋪 你見動畫可能下季做的 但它第五次是下季做的 而手機遊戲這次 這幾個開始 新出的人會鋪出來 一個月可能會奔兩三首新歌 但這幾期 所謂今生有新歌 都是舊歌 即是Event出的歌 即不是真正的新歌 即是可以想著 一個人可能出一首 一首歌 頂痛一首新歌 之後 是慢慢地上去 所以其實這些手機遊戲 都是保持給它 對 難題叫做棟波鐘 好聽些人氣 都是保持人氣 但你至少會有些東西玩一下 會做 玩就是打歌 OK 所以 這個Love Light有手機遊戲 iMark也有手機遊戲 不過這個比較複雜 團長也有解釋過 我解釋一下 因為它其實有兩隻手機遊戲 一隻叫iMark Cinderella Girls 就是比較紅的那隻 對 在Mobile Game上推出 其實因為 Mobile Game是否一間廠 Yes Mobile Green 還有 其實Mobile Game是其中一個日本最大的手機遊戲的平台 然後 其實這個遊戲 應該是把大部分的玩權都賣給Mobile Game 所以 雖然這遊戲是超紅 超賺錢 但是Namco本身自己不是收到很多 自己就乾燈雀眼 白雀急 於是它就不太奮氣 於是自己推了一隻 就找A1來合作 然後在Greece上面 就推了另外一隻 就叫做Million Life 我想說 通常都中伏 因為日本很流行 是把買人權買給人 出手機的遊戲 對 至少以前是 因為他們 最初可能是想著 因為是文化空遊戲 那時候其實是一些 一些舊的手機都可以找到 日本那些可以上網的手機 是的 於是他可能是想著 沒有 賣給你試試 誰知道他就想不到 是可以做到這麼大 於是 他也上了一杯羹 就出了Million Life 就在Greece那裡出的 其實現在 那一隻 都是蠻紅的 在Greece上面 應該都是頭幾位 那些多人玩的遊戲 你還有看到 最近他出的CD 或者最近劇場版 都有加入Million Life 就是推了他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 他是想推翻自己的那一隻 那 他這兩隻手機 跟Love Life很不同 他就是走回傳統 一些卡牌遊戲的路線 因為 其實我覺得 是他被平台限制了 其實Mobile Game 和Greece 根本就是 只是懂得做這些 他們不懂得做其他 這兩家東西可以生存到 真的很厲害 這兩家東西 是拿一個Demo Copy and Play 對 我覺得這兩家東西都很強 其實 例如Gree那邊 例如Million Life 我覺得 唯一比較好的 就是 例如他那些人 是有些配音的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在網頁遊戲 也做到有配音 那類的 這件事 以那個平台來講 是已經做得好 我會說 是他被平台限制了 還有 為什麼我們在日本以外 就沒有那麼感受到 那個強烈的氣氛呢 就是因為 例如Cinderella Girls 很紅 例如如果你看看Comicare 裡面 Cinderella Girls 的同仁字 有很多 有很多不同的組合 Pix series 你見到Cinderella Girls 有很多 而且Langela也有出 有CD 其實Cinderella Girls 在日本是很紅 但例如你在台灣 在台灣見不到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就是因為 基本上 Mobile Game 是要你用手機認證 日本的 所以很多人做不到 做不到的時候 就玩得很不爽 很多功能做不到 結果 有很多人 因為這樣 所以 我們在這裡 就沒有那麼見到 那個效力強 相對 為什麼Love Live 我們會經常見到 就是因為 它是一個APP 無論你 例如Jilbic也好 改IP也好 什麼都好 甚至不需要 iOS 其實你只需要一個 日本的iTunes account 你就下載到 過金這些 你自己可以解決 大家有方法 然後 我之前去黃國 我看到有 幫你代購 就是需要代購 獨立 需要代購 點數 其實那個很神奇 因為你只要有iTunes卡 可以買到 為什麼它會特別是代購 我想這個iTunes的盲點 就是在於 它的信用卡付款很麻煩 還有Google Google Google Pay Google Pay 其實你所謂代購 可以幫你買一張iTunes卡 是的 其實就是幫你買一張iTunes卡 那你可能 自己買不到iTunes卡 就是所謂的 我想他看到 他特意要說這件事 可能就是 顯示到Love Live 這個遊戲的引起 有些人 其實他實際上 可能是在賣一張iTunes卡 只不過他就告訴你 這個是 Love Live 對 現在計算方法 即是%Dragon 或者是最多石的 四百多元 都是買回這麼多石的卡 是的 其實都是買卡 是的 所以 那種感覺就是 iMars 靠這件事 是一個新的東西 比較多 是維持人氣 那方面 是有一點不一樣的方法 它是不斷地 在CineRagos 它是不斷地推出一些新角色 試一下哪些可以 哪些不行 有幾個真的爆了紅西 有的 就是綜藝病的位置 實際藍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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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實際藍師 有很多的 很漂亮的雷真藍 不要看出去 是的 然後 又或者是 比較初初 現在已經可能沒有 初初那麼好 就是商業肯 就是 一個 尼特族的偶像 拿著公仔那個 對 那是要睡覺偶像 那時候 就是 很多人都猜不到 就是 那個成功 是很多人都猜不到 原來大家 是 肯為了這個偶像 去花這麼多錢 我一人說 就睡覺做偶像 可以 這個感覺 很動漫 這個感覺 就是很動漫 因為很多屬性的東西 這個是跟Million Life的對比 就是 他本家推出的Million Life 那些屬性就真實很多 就是 你看到那些人的樣子 是一些現實中 你可以想像到 他出現的人 性格也是比較正常 I'ma 其實那些都是很多 都是所謂的屬性的東西 都是比較偏微 沒有什麼偏微真實的東西 除了 除了阿貴陰那些 月公主那些東西 那個其實都是一些 隱藏設定 沒有官方說 原來 是的 月公主那些 是大家覺得 他暗示了這件事 但是沒有實際 神秘氣質 最重要 同日本數量夠的官方 會變正式的 是嗎 你不可以謀殺同仁的 你不可以這樣 沒錯 也都 其實正如很多 現實中 I'ma 作對是一樣的 很多這些異創的東西 我想 不論這個動物 一向都是 你見很多的Love Life I'ma 等等 都有他們異創的東西 尤其是更多 大了空間發揮 應該有這些東西 多的 這兩種項目的 它根本不是很多規限 是的 所以其實都多 例如 而I'ma 作為例 其實有很多異創 其實不是同仁字 是在尤其妙的 那些片 為何是遇到三家 有很多人 不知為何 找他們的角色 去做各種神奇的東西 例如不知為何 找他們去玩board game 找他們做旅遊節目 就是這樣 用一些電子小說的形式 那些主角就是他們 然後就自己畫一些畫 有打麻將的 有一個很紅的 叫做雀機轉 是找一群 eye mask的人 打麻將 打到不知出了千 但是很喜歡看 因為它畫得很漂亮 哦 即是有一些很出色的異創 是的 那個異創是給了一些生命力 即是給了一些生命力 是的 而lovelarge的異創 當然是我實不相瞞 其實我靠異創才認識lovelarge 只要是Nikon Marky 也有想說 還有這個會長和副會長 應該都是同人本 是的 當然我是同人本認識的 當然是 就是 很多很右外 或者很大手去畫的 或者是有時候 很多很害群人本 有時候 如果沒有記錯分類 其實最多就是Nikon Marky 那會長和戲都有的 那這一方面 其實比較多 就是二年級的三人組 就是阿果果三人組 就是 這些部分都比較多 那麼 花羊本印象中好像有 但非常少的就是 阿林就這麼加 嗯 好像沒有數過 每一掌見過 很差的空氣角色 我想說 這是否偶像組合的特色 都是會有空氣的角色 這個世界 無人戰第一 沒有人做第一 這個世界 第一是最後的 很殘酷 偶像的殘酷 很殘酷 很黑暗 不過我想說一個 其實我想問一個問題 I-Mind是不是一個偶像組合 就是一個各自的偶像 還是他們這樣 他們是一個偶像組合 就是大家通常叫他們 就是七龍五譜 是 然後如果你看到很多 spin-off的漫畫 那些 其實通常是找三個 或者找某些兩個 做一個新的組合 就是那些unit 是的 因為其實他的遊戲 都是這樣運行的 就是你選偶像的時候 例如以第二代 你是選擇三個的 那三個是什麼 你自己選擇 然後大家 又是這樣可以想像一下 自己創造這些東西的互動 因為他九個人的性格 不是 說錯了 他十三個人的性格 都是很不同的 所以 你不同的人 組合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他們的 有些化學元素 又有些不同了 是的 那個感覺是可以出到禮 沒錯 原來是這樣 因為我感覺動畫好像沒有那麼強烈 可能始終他的手的模式有點不一樣 我感覺好像每個獨立了的偶像 因為如果動畫 如果花 我的感覺是因為他的動畫太多人了 他為了要令到角色出花 他一定要每一個人都起碼有一集 是的 所以已經用了很多的集數 一集 十三集 一季一集 一季一集 還有我覺得 那時候 Imask也很不想 搞得好像很分門分派 那樣 所以他也沒有特別去看這些東西 總之就是 大家 一起一條心就想了 那之後 不過 例如劇場版 其實你看到 其實Imask的世界都很現實的 劇場版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印象 在電視版的時候 大家是 例如春香那些 平時是搭火車 那些 然後去到劇場版 大家是在的士出入的 有車接的 喂 有車接的 吃東西的時候 咦 這間餐廳的樣子挺高級的 然後大家的人氣之餘 都好像有些分別 例如他那時候 劇場版的時候是說 美戲是可以去荷里活的 然後千祖 那些歌曲 開始買到海外的CD 人氣有差 其他人就繼續留在日本 春香應該是在日本 也是很人氣的 你會看到他裡面 其實他沒有講 很仔細 但是你還是看到 偶像這個世界是有這個 你要明白 再現實就開始是不和的 沒有 應該是 是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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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和的 應該不會的 應該不會的 應該沒有的 其實 其實劇場版動畫 他都有提到 一些 他新的那些 Million Life的人 都有些不和的 但是 我覺得 美戲的時候 有一句台詞 說得挺好的 他說 你看到我們是很融和的 但是我到現在都認為 其他那幾個人是 Rifle 我記得這個好像 Love Fly也是類似的台詞 我記得 他其實這個意念 Rifle 他的意念就是 我們是有競爭 但是不代表我 是要做死你 我們是一個糧色的競爭 是可以一起紅的 互相支持 互相比拼 互相進步 是的 這樣的意思 這個也是很適合 這個也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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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個也是一個 零適合的 也有類似的台詞 好像是會長進來的時候 那裡說這個 類似的 對 嗯 所以 要留意 例如說 偶相作品 不宜太黑暗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 有這樣的 spirit 其實這些 這樣的 核心價值 偶相的核心價值 其實是彌補了 你覺得 他可能不是很現實 那些部分 是的 而如果你有些東西 是說得太過 黑暗的時候 就會令到一些 原本偶相 一些有的魅力 都未必做到 因為 很簡單來說 你 偶相是夢想 是的 或者直接改革 幻想 甚至可能 某程度上 那種 氣圍是幻想 我不是要說 事情是幻想 就是要讓人 感覺到有個夢想 他才是一個偶像 是的 我一句說完 先台那個 先台那個 先台那個方面 先台那個方面 其實有價值 但這套就不是偶像動畫 是的 其實 我會說 如果 先台的寬叔 想做偶像系列 這個方向不是不行 但 你很難變成像 這些 Idle Master 可以展現那個角色的魅力 真的變成一套 劇情向的東西 還有他寫會性的問題 還有他宣傳的時候 不要宣傳這套 是一套 Idle 加聖地的動畫 即是 他現在是很有趣的 我覺得 他走的方向 不是走一個 是應該宣傳到走的方向 Richardson 這個本來是一件 沒問題的事 這個是沒問題的 你可以做奇兵特出 這件事反而 但是你用回 你不可以預測 有宣傳的 Idle 那種的效果 因為他宣傳的時候 有很多人看到那張海報 看到你和先台 collaborate 然後就會說 我會預測看到的時候 你一定是推廣仙台 你一定是一套很陽光的作品 看到的時候 不是就會有一個落差 所以我覺得近年 日本的動畫 真的有兩大中伏機 一就是Big Up Girls 二就是龍林 你想想龍林那些村民 那些龍民走出去看那套動畫 第一集視影會的反應 我又覺得 真的中了服 我自己那些專門的 對 那麥哥哥也有好處 至少你知道 原來那裡先台有這麼多風俗店 我又要走 我又記得 去那一棟 他講風俗機 人家以前先台都牛舌 還有大份 我看那麼多集 你記得 有家穿泳衣跳去風俗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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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OK的 我也想去 可能有些人會想去 我們幾個年後 糟了 最後 三個作品都講完了 創寒雙真 對 創寒雙真 有個異軍突起 我想最後 雖然這些都很難說 但我想可能講一些 所謂的展望 Kids的小隊 所以淡拉 mikko小隊 會不會有異議 會不會有異議 不合理 時間甚至是推移 你不會再去做 那怎樣搞呢 淡拉已有新角色 現在ע妹 東山來疆 另一個方法就是他reset reset完再做過 大家可以接受的 新是藍木版音學員再多十年 這個世界有 這個世界滑了也沒什麼的 二次元就有一個好處 他今次是動畫版完了 漫畫版故事不一樣 就再漫畫版一次 可能今次他做動畫版又廢校 今次不用角色介紹直接跳進去 他做一原作設定版就可以了 或者什麼漫畫、動畫、化版的那些 原作企劃真正版 或者機械人版主要我想看的 我不介意看機械人版 又學生作畫 都可以有合體 又駕駛的人又唱歌 IMAS是第三代遊戲 其實是分手一個路線的遊戲 其實現在主要仍然是育成 以及推翻原本七六五號的機會 今次沒有新角 暫時未見 因為我覺得IMAS2已經新角了 就是這個木星 木星是新角色嗎? 不是我老闆響的那些是新角色 他那時候是PSP版 PSP版那個很成功的 他PSP版推了三個 其實是貴音 推了兩個貴音 以及響都是PSP版的性角色 都成功了 是 然後他現在暫時未說有性角色 新角色 其實Namco大概是想穩中球變 他一方面他繼續花很多力去推原本的機會 同時他在手機那邊就在實驗著 究竟有沒有一些角色是粉絲接受 究竟有沒有可能將他們加入一個 給他們更加出場機會 等他們演唱會出場 主要是他再不再試穩中球變 就會再多一次 第二集封決了 他一方面又擔心 好像第二集剛剛的遊戲出過 就是龍宮小僧那些東西 變得太快 那些粉絲不接受 但是他同時也知道 任何project都一樣 你不變就落後了 一定要變的 所以他現在就穩中球變 我自己是樂觀的 因為他現在的手機遊戲 起碼在日本那邊是做得挺成功的 嗯 沒錯 所以這兩個project都暫時是絕撞發展 雖然一個是三年一個是十年 但是都作為一個並駕齊 他們暫時日本的 兩個最top的 如果一季就可以了 你不要一季就可以了 沒有什麼 你不要一季就可以了 一季遠了 一季遠 Love Fly應該只有一季 對新的動畫 都是一季遠的東西 是 應該是十二十三集 是不是 暫時公佈 其實都合理的 我覺得Love Fly的動畫好處就是 因為因為始終比較集中 十三集 所以濃縮一點 大家都會緊張 跟臭一點 對 淺一點 還有主要 我覺得作畫多一點 還有我想 真的很浪費點 就是Love Fly的3D 其實做得不差 我覺得 當然看到是有幾下 看到3D和2D有轉 即是說他日升 是的 還有他之前有五張單曲 這樣做過 我已經做過 即是他近鏡用2D 然後遠鏡用3D那個 那個 挺Smooth的 那個 那個雲鏡的角度技巧 即是我們說真人拍MV 他會受限在場地和器材 有些角度做不到 但動畫沒有這個問題 即是角度做到的 但有些角度看不到 就是 這個人一向都是不應該看得到的 除了某一套 除了某一套的動畫 是偶像動畫做這個 看到之外 其他人都是看不到的 OK 好啦 沒錯 我們今天就很感謝團長上來 我們講一個偶像節目 這樣 我們今天這個偶像專題 就到這裡 有機會之後 再有些什麼 新的動畫作品 新的偶像作品 那些可以聊一下 之後再有些什麼 節目就再講 下星期應該已經很特別的節目 我們這個動畫牧師 遠征FF23的專題 我們的特派員 遠征完之後回來 馬上餓病再坐 雖然台灣沒有大雪 但也挺恐怖的 沒錯 我們下星期再見 謝謝 OK 拜拜